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被暗杀 凭让官方的喉舌不点名地痛斥北京 中国的官方媒体予以回应 但这篇《环球时报》的社评 在刊登不久就突然消失下架 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有中国的专家学者称 现在还不是放弃金正恩政权的时候 今天的媒体观察 我们来看看中朝媒体这一轮交恶 对中朝关系乃至美中关系 会有怎样的影响 欢迎海涛左可言博士 海涛你好 你好 平常 他朝政社的这篇文章 是不点名地痛斥了北京 那么这个《环球时报》 又予以了反击 那么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给我们介绍一下 中朝媒体之间的 这番交恶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根源呢 这次的根源 就是因为金正男在马里西亚被杀 那么这个事件之后呢 然后很快就马里西亚方面证实 这个金正男 他的确是被人杀死的 而不是死于心脏病等等 那么鉴于这种情况呢 中国方面就停止了 从朝鲜进口煤炭的这么一种做法 这对朝鲜的这个 就是有限的外汇来源呢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朝中社就发表一篇文章 朝中社一般他是发表社论 但是这一次呢 由于这个北京关系非常敏感 他没有发表社论 他是发表了一篇署名的评论员文章 这样的话就比社论有稍微 有低一点 将来我们有回转转环的余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双方这么 你一来我一往这么一个回合呢 从朝中社那个文章开始 然后到环球时报这篇社评的回应 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出 他能非常明白 朝中社是指谁骂谁 他到底是指桑骂什么怀 然后北京呢 环球时报呢 就是明明确确的 把这个朝中社的名字点出来 就是你朝中社骂我们 我们可以不理睬他 但是为什么这篇这个 环球时报的社评上架之后 不久就消失了 而且针对这种 好像有点奇怪的举动 这个美国的媒体是如何报道的 那么中国的专家学者 又是作合分析的 是这样 23号呢 朝中社发表这篇社评之后呢 就是评论文章之后呢 24号马上 就是环球时报就发表这篇文章 但是很快 大概在一天之内 这环球时报这篇 反驳的性的文章 它非常温和的一种 反驳性的文章 就是说我们可以 不要理睬这个朝鲜 对我们的这种谩骂 那么但是呢 我们中国呢 不和朝鲜搞坏关系 因为还有其他 许多的战略的需求等等 它是一篇非常温和的 但是即使这样一篇 温和东西 还是下了架 还是就是 你在网上就找不到 上面星期五发生事 然后上期星期五呢 我在网上找 就没找到这篇文章 然后很快 我们驻北京的记者 叶冰呢 他就发了一篇正式的报道 他证实这篇文章 的确是下架了 但是现在的互联网 别的媒体转得非常快 你环球时报自己下架了 但是很快的凤凰啦 什么中国的其他媒体了 他马上就把它转走 还有很多的海外媒体 他马上就把它转走了 所以这个只是你自己下架 但是这篇文章的影响 实际上已经造成了 那么美国媒体对此 有怎样的报道 环球时报 发表这篇东西之后呢 就是纽约时报 马上把这个 环球时报这篇反映 还有美国 就是纽约时报 他自己的分析采访 马上做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 中朝的关系呢 突然间显现出了 非常深刻的裂痕 那么他就说明了 就是说 这次骂架 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他背后的 他实际上的根源 是双方的在国际关系当中 特别是在对 朝鲜核武器的方面 还有对美国的关系方面 双方在这种 大政方针面前呢 他是越走 渐行渐远 就是双方的 就是以前的两个 同志家兄弟呢 现在这种关系 已经由于出现了 就很大的裂痕 而可能就是 在不远的将来 他就不复存在了 那么海涛 我们提到中朝这间的关系 就不得不提到 联合国安理会 对于制裁朝鲜的决议啊 那么中方在执行 这个决议的层面上 到底做得如何 中国说自己是 严格地执行了 这个就是 联合国有关 安理会 安理会有关 朝鲜的问题的决议 但是很多分析家 很多观察家 他们都认为 中国实际上 为了维护和 这个朝鲜这个政权 这个这种 良好的关系 这不是这么多年 几十年了 一直同志家兄弟吗 他不愿意 就当面撕破脸 不愿意当面掰破 你就从这个 环球时报的报道 你也文章来看 你也可以说 中国的高层 现在仍然是这种心态 他为了保持这种心态 他实际上 一方面就是 说我要执行联合国决议 但是另一方面 他实际上 从一种 就是我们的记者 叶冰也报道了 有专家分析 是一种 吃了一种 就是说 和实际上 和金家政权在一起 成为一种软磨硬炮 就是软对抗的一种 就是双方唱了一场 就是苦肉计 他们用中国和朝鲜 来合唱了一场苦肉计 来对付联合国 乃至美国 对西方世界 对中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 不利的一种 批评的 作为一种反击 好的 谢谢海涛 今天做个演播室 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师傅 的 何